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紅千公園前店是日本第二開設於登陸有型文化財的店鋪 在這裡喝杯咖啡後就到紅千公園散散步吧 紅千是為日本東北青森縣的第三大城 星巴克就為青森的知名觀光景點紅千城的旁邊 地理位置極佳 白天夜晚都有特色 建築本身是於1917年建立的舊第八師團長官社 就是蓋給陸軍師團長的宿舍 採日式跟西式的混搭風格 日式的部分為玄關部分的切漆破風 就是天守閣可見的三角形的部分 建築面積大約為160平方米 規模沒有很大 座位也沒有很多 櫻花界的時候可能要早點來 不然位置可能會坐滿 點餐的地方為當時的會議室 深受大正浪漫的影響 空間感跟溫馨感都不錯 這裡也有擺放一些位置 星巴克使用了青森的傳統工藝跟當地的建材 將原本合適房間改建成主要的用餐區 白色跟咖啡色的融合 有些許的古名家咖啡感 往窗外望去還可以看到美麗的庭園 等候視野被改成比較小一點的用餐區 牆上的照片也記錄了這種建築的歷史 這裡跟神戶的藝人館星巴克一樣 都是登錄有型文化財 就是具有國家歷史意義的建築 鮑勃推進來青森紅錢旅遊的時候 一定要來拜訪這家店 擁有四百年歷史的紅錢公園 是知名的賞英景點 鮑勃來採訪的時候是冬天 但也有另外的一種美感 星巴克的對面就互成了河 這裡晚上的打燈配上雪景 以及冰封的河水真的超級浪漫 冬天進到公園真的是一片白色 喜歡雪的人應該會超級不得開心 我們慢慢走到天守閣 這裡是日本東北地區 僅存江戶時代所建造的天守閣 就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原本的天守閣位在本王東面的石牆 但由於石牆有坍塌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先把天守安置在中間 等待石牆修好的時候再移回原處 但說實在放在中間也不錯 可以360度觀看天守 白天晚上都很美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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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